日本海上保安厅8月29日公布,额总额达2338亿日元,约和人民币140亿元的2019年度预算申请,这与2018年度原始预算相比增加11%, 申请额创历史新高,此次继续把重点放在加强钓鱼岛警备的措施上,包含约3500吨的大型巡逻船建造费等,此外还将新购入4艘监视取缔艇,用于2020年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等反恐措施,军事专家曹伟东指出,日本的防卫经费这5年来,一直是上升的趋势, 这种上升趋势是把过去的专守防卫能力,专为一种进攻的能力,从一种进海作战能力,专为一种远海作战的能力,它的装备从中型向大型发展,近年来出现了直升机母舰,进攻性的隐身战机,还有两栖作战的运兵车,偏转移的鱼音飞机等等,这都说明了日本的军力,在向一种扩张和远海发展, 日本还把它的防卫重心从北向南进行转移,过去它主要是针对俄罗斯和苏联,那么现在它明显的是把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对手来应对,特别是向钓鱼岛方向转移兵力,包括它的E2D新型侦察预警的飞机,也在由北向南进行转移,海上安保厅是日本的一个准军事力量, 这只准军事力量,过去,对中国的海警是有优势的,它对巡逻舰艇的吨位大,数量多,但是中国的海警也增加,了自己海警巡逻船的数量,并且增加了吨位,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要继续加强它载调,于岛方向的安保厅的军事能力,它现在要装备3500吨的巡逻舰,前段时间,日本增加了10艘1000吨级左右的巡逻舰, 主要是强调速度快数量多,那么现在,日本还要强调吨位大,装备更先进,所以它是要用这次增加的这些经费来装备吨位更大一些的巡逻舰,来在钓鱼岛方向和中国的海警进行抗衡,另外日本海上安保厅,还要增加喷气式飞机,这种飞机不是用于作战,而是用于情报搜集和侦察监视,今后不但要向海上保安厅提供情报, 还要向它的空中自卫队,海上自卫队提供情报,所以这样就是它的这种准军事力量海上保厅和海上的这种军事上的能力,就是海上自卫队空中自卫队形成一个合力, 在未来,中日双方在钓鱼岛的争端上可能摩擦会增加,问题的矛盾可能会加深,据共同社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介绍,为钓鱼岛警备和应对朝鲜船只靠近日本海, 优质于场大河堆,等构筑战略性海上保安体制,方面计入483亿日元,其中包括用于一艘大型巡逻船的24亿日元和一架新型喷气机的25亿日元, 两者都计划2022年度开始服役,为了对沿岸地区海面下地形进行雷达测量,而引进中型飞机方面也申请10亿日元, 报道称,此外随着福岗机场封设跑道,位于该机场的福岗航空基地,支援74人,飞机四架将转移至北九州机场, 更名为北九州航空基地,另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8月29日报道, 为了加强周边有中国公务船航行的钓鱼岛的警备,本次的预算盖算要求中, 列入了3500吨级大型巡逻船的建造经费,作为迎接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等的反恐措施, 还将购买四艘监视区地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